有没有大家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财富三思 因为又到了年底了 又到了年底了 我们又看见好多人在讲年终奖金 然后呢年底呢要买新的东西 如果你今天礼拜结束之后 你下去走出去教会门口 你往右边看 往左边看你会看到什么 好多帐篷搭在那边 你们知道那里面在干嘛吗 我也还没有去 但是我知道它外面写的 欢乐购物节 欢乐购物节 我们活在一个 一直刺激消费的时代 当你看到特价 他就会说特价特价在特价 不买吃亏就是你 不买吃亏就是你 所以我们会一直习惯 好像出去呢 你的手就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带一个东西回家就怪怪的 没有带一个东西回家就怪怪 我们每次都会笑别人说 你看他在买东西 你看他们家的冰箱 哇拔开满满的塞满满的什么的 好像吃都吃不完 三阵台我也全部都在里面 可是其实当你回家 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 在花很多钱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这样 就是自己买很多买很多买到自己 都觉得哇好像买太多了 我们活在一个刺激消费的时代 刺激消费的时代 今天早上我在吃早餐的时候 看到一则新闻 这是还很HOT的新闻 自由时报呢 今天呢 血拼妈搞丢四岁鹅 鹅哭谁叫你一直买 这个妈妈呢 带着他的小孩子去买东西 那妈妈很认真的买 转过去之后 他的孩子就不见了 所以他就很慌张 在那个购物街里面呢 在台北找了 他儿子找了半小时 之后他就赶快打电话去警察局 说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小孩哦 那警察就说 刚刚有一个小孩子 男生走私的来到这个警察局 他妈妈就比较放心了 那去到警察局呢 他妈妈呢 看到那个小孩 就跟那个小孩说 哎哟 原来你在这里哦 看到你真好 然后呢 这个妈妈随后会告诉 那个小孩怎么样 为什么你乱跑 这个小孩就说 可是我有去找你 找不到你啊 然后呢 妈妈就跟小孩子说 那你不会给 告诉警察妈妈的手机吗 你不是有背吗 孩子就跟妈妈说 可是你说手机不可以 随便告诉别人啊 所以呢 他就没有告诉警察辈辈 那这时候呢 妈妈就跟他说 哎哟 你真的是很坏 小孩子就回答一句话 谁叫你一直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 觉得不买不舍 钱是生命的却博 其实我们当我们要运用财富的时候 你要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财富是最好的仆人 但是他也是可以控制你生命中 那个最恐怖的那一个东西 他也是可以成为辖制你生命 占有你生命最多的一个钱财 一个你的想法 一个辖制你让你觉得痛苦的东西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用这些金钱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是从圣经上来的 这个观念是什么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毁 赏赤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今天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间 来到这个世上 他怎么来 一件衣服也没穿 手上什么东西 一个东西也没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约伯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他的含义 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毁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当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的那一刻 其实他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上 那何妨 你要为了这些东西 这么的心烦 这么的痛苦 我们要知道 所有赏赐都是来自于耶和华 来自于耶和华 有一对 有两个木童呢 他们有一天晚上呢 在牧羊 就是傍羊之后呢 他们也就一起坐在那边 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 这时候呢 甲木童就说 哇 我希望呢 我有一个牧场 可以像天上的天空这么大 那这个乙木童说什么 说 哇 我希望呢 我的羊 可以跟星星一样这么多 这时候 甲木童就问乙木童说 那你需要这么多羊干嘛 乙木童怎么回答 我要放在你的牧场上啊 这时候甲木童就很生气 就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时候呢 管理他们的那个老牧者呢 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去想一件事情 当你们这样想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生命中 是真正有那个富有 还是其实你是贫穷的 可是你却想要得着 那个看似虚无的富有 看似虚无的那个富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保罗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金钱观 我们要去做很好的控制 我们要不要自私的去挥霍 我们要有一个那个 很好的随遇而安的态度 懂得怎么运用这些财富 也懂得怎么把这些财富 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分享更多需要的人 今天我们提 所看的提前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又要附属他们的形状 好在在好事上附属 甘心施舍乐意恭喜人 为自己基层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此地真正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要用三点跟大家分享 用三点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阵子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叫做陈树菊 他叫做陈树菊 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 他在十三岁的时候 他就自己 他就自己带领他的家庭 他就自己带领他的家庭 他曾经用酱油配饭 他也曾经连一张椅子都没有 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捐款了一千万 帮助了孤儿院 甚至还帮助他的母校 盖图书馆 所以我们知道 他龙登的不比式的一个公益人 就是一个慈善英雄 而且他也在太 那个时尚杂志上 被票选为全球百大人物之一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钱我也不会用 吃得饱就好了 钱我也不会用 吃得饱就好了 他还说 钱是要给需要的人 钱是要给需要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怎么看这个金钱 在你的生命中 你觉得金钱 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占了多少的空间 占了80% 50% 或者是30% 曾经有一个人迷路 那他想要跟人家问路 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哑巴 那他想说 那个哑巴看他也就是好像在找路 那他哑巴就跟他说 你给我 钱 那他就 他就知道 如果他给他钱 他就会告诉他怎么走 所以他就会一直跟他比钱 然后呢 他就告诉他 他就问那个哑巴说 我想要去哪里 哪里哪里 怎么走 他就掏出钱 掏出100块 给他 那个哑巴马上就开口说话 然后那个人就说 你不是哑巴吗 那个哑巴就说了一件事 你不知道吗 钱会说话 所以他就马上就开口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台语有一句话说 是钱做人 不是人做人 还有一句话 他说有钱能使 鬼推磨 但是我们知道 在罗马人 他们说一句话 他说 钱乳海水 越喝越渴 所以我们知道 在钱的方面 有两方面的看法 今天你看钱 你是怎么看钱 今天你看钱 你是怎么看钱 在你的生命里面 真正的富足 到底要从哪里来 真正的富足到底要从哪里来 我们再看一次这一节经文 他说今天的富足到底是从哪里来 我们要一起来看 当我们回到这一节经文的背景的时候 当我们看他们的时代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那个时代落差很大 左边这个是有钱人 右边这个是当时的仆人 你看他们头上的法饰 他们带着什么 哇好漂亮啊 很像花一样 那右边呢 这个仆人 他们就只用布扎一扎 那左边呢 他们穿的是什么 很华丽的衣服 右边呢 就是简单 简单 再简单不过的衣服 这是当时在新约时代 他们那个选付差距的一个观念 当时有钱人的太太 她整天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坐在他们家 想我要怎么让自己变漂亮 我要穿什么更好的衣服 然后呢 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我自己变得更美 然后身材更迷人 在他们当时代 保罗为什么会写这样 在当时代的社会里面 他们的宣布差距 跟他们所表现的穿着 都非常差距很大 甚至有些基督徒 他们来到教会 他们可能要很早起 然后把自己装扮成这样 然后很优雅的 来到教会做礼拜 所以保罗曾经 也在经文里面 他说当来到教会的妇人 他们不要扎头发 也不要带金丝 什么都不要 神所喜爱的是简朴 神所喜爱的是简朴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背景里面 我们知道 保罗为什么会写出 今天这一节经文 保罗为什么会写出 今天这一节经文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仔细思考一下 在你的手上 你所拿的东西 你所赚的钱财 是不是已经够你用 当我们真的仔细安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你真正需要使用到的金钱 其实很少 真正能让你保足的 只需要一点点的金钱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 不行 我一定要变得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我一定要开到那台法拉利 昨天我们如果有看新闻就知道 法拉利的车展爆满 大家去都说什么 这是我梦想中的一台车 这是我梦想中的一台车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钱财 真正的富足 是钱财带给我们的吗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知道 真正的富足是从神而来的 真正的富足是从神而来 今天你要知道 你到底富不富足 只需要一件事情 你只需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需要想 如果我什么钱都没有了 我还拥有什么东西 如果今天我要死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有什么东西是别人还可以记得的 当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可是你还拥有这些东西 你就是一个很富足的人 你就是一个很富足的人 真正富足的人是懂得倚靠神的人 真正富足的人是懂得倚靠神的人 因为在真眼里这样说 你岂要定金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币 长翅房如阴飞向天去 后面这个浅流长翅房 今天保罗说 不要把你的目标 放在这个虚无的钱财上面 在真眼里面也这样提醒我们 在真眼里面也这样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掌控钱财 因为钱财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这样跑掉了 他就这样跑掉了 在美国呢 有一个律师 那这个律师呢 他在47岁的时候 他去找一个90岁的老太太 他跟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协议 他说我每个月呢 给你500块美金 那等你过世的时候 这个房子就归我 每个月这个律师都会给这个太太500块的美金 那等到老太太过世的时候 他住的这个房子呢 就归于这个律师 那过了几年之后呢 这个律师呢 在他60几岁的时候去世 可是呢 这个老太太呢 还坐在他们家 还在吃大餐 这个老太太已经100多岁了 可是这个律师呢 却在67岁的时候就过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想要掌控钱财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我们掌控不住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掌控不住 甚至当我们一心 只为了这个钱财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心 甚至会被许多的压力 许多的东西给刺透了 保罗他这么说 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曾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二之根 有人贪念钱财 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听过 当一个家庭要分财产的时候 在家庭里面造成的伤害 当每个人都只在意自己分的怎么样的时候 你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甚至当你只在意你的钱财是多还是少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许多你觉得很困难的挑战 很困难的挑战 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人呢 他中了一亿的美金 那他中了一亿的美金之后 他发表了一件事情 他说如果我知道后果是这样 我宁愿当场买到那一张奖券的时候 就把他撕掉 他因为中了一亿的美金 那他的孩子呢 就开始学吸毒 好不容易戒毒又吸毒 那之后孩子呢 还被绑票 绑票的时候歹徒勒索了很高的现金 但是最后他的孩子还是怎么样 被撕掉 那这个中了一亿美金的这个人呢 他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很有钱 大家一找到可以 他稍微给人家A到 大家就想要怎么样 给他 就是请他要付很高的赔偿金 那他跟他的太太 都因为这样外遇 所以这一个乐透的主人 他说如果他知道他得乐透之后 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宁愿把这个彩券当场就撕掉 不只有在美国 我相信在台湾这种状况有没有发生 有一个厂长他中了一千万的 一千万的乐透 那他中完之后他觉得 他一定可以再中一次 所以他就花了好几百万去包牌 包牌之后都输了 怎么办 赶快再去 再去借钱再包 再借钱再包的时候怎么样 又输了他一定又想花更多钱 把他赢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贪财是万乐子根 他念钱财 就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所以雅各苏这样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神岂不是拣选的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付足 真正的付足是从哪里而来的 真正的付足是从神而来的 再来 我们要在好事上付足 我们要在好事上付足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乐意的供给 分享给别人 我们要乐意的 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 在美国呢 有一个贸易商他是基督徒 那他很愿意奉献 所以很多的人都会去找他奉献 那有一次呢 有一个基督徒去找他奉献的时候 刚好在开支票的时候 他公司的秘书就进来到办公室 跟那个主管说 诶主管我告诉你 刚刚我们的公司的船 在某一个地方 因为有故障 所以有些货品呢 都掉到那个海里面去 所以呢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钱 那这个主管呢 马上就跟那个基督徒 把那个支票收回来 你如果是这个基督徒 你心里会想什么 啊残了 我今天的募款可能少了一半 可是呢 这个主管 马上又开更多的钱给他 告诉他一件事情说 原来在地上的财富呢 一切都不可靠 我要积更多的财富 在天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天上积了多少财富 你在天上 在神的手中 你积了多少财富 约翰卫理师呢 他是一个牧师 也是一个 在牛津大学 一个很有名的教授 那他在他的生命中 他在他的金钱观里面 他说过三件事情 在他的金钱观里面 他说他要多多赚钱 他要多多存钱 而且他要多多给予 有些教会呢 他不讲第一点 多多赚钱 因为他们觉得 钱是万恶之根 所以他们不讲钱 但是这样是正确的吗 其实也不是 有些教会呢 他们走成功神学 所以呢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多多赚钱 但是这样是正确的嘛 有些人就会变成贪财 所以其实当我们看这三个 你一定要有一个平衡 当你赚钱 你就要把钱存起来 而不是随意的话 最后更重要的是 你要多多的给予 你要多多的给予 真正的不足 是看 不是看一个人拥有多少 而是你拥有这些 你要把这些分享 多少给其他的人 你要分享多少给其他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奉献上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 当我们知道要奉献呢 我们会开始去想 欸我做这个奉献 对他的帮助有多少 我做这个奉献 他们会不会去做 但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会有一件事情产生 就是台湾人真的数学太好 台湾人真的数学太好 我们会去算 欸到底怎么样 才是划算的 欸我奉献这些到底是 可不可以 所以今天 为什么有时候 信徒会这么小心的奉献 是因为我们真的数学太好 可是其实神的数学 神所做的一切 超乎我们的想象 当寡妇奉献他的 两毛钱的时候 比财主的 在耶稣里面的眼里 他看的是 寡妇所奉献的 比这个财主更多 在一个小孩 他只有五个饼 跟两条鱼的时候 耶稣让他五千人吃饱 再来 当积淀他们只有三百个人 可是他们却要跟 打败十几万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看 啊那三百个人 那我可理 三百多个人 怎么可能跟人家打仗 可是神就用这三百多个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所奉献的 可能只是一百 可能只是五十 可能只是一千元 可是在神的手中 所要成就的 是更多美好的事工 是更多美好的事工 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的是 生命的付出 其实我们的生命 你仔细想一下 很像一张契约书 当你的契约一更改 当你做一件事情 一更改的时候 其实 上一份契约好像就没效了 当你的生命遇到一件事情 一更改的时候 其实你的生命随时在转动 所以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 就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那你活在当下你如何快乐 有一段经文我们都会背 我们一起来念 约翰福音15章5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姿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就多结果之 因为离了你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离了神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真正的生命的付出 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关系是要时常建立 有一对夫妻呢 他们一起开车 我相信我们如果有结婚的人 我们都有一起开车的机会 那在坐车的时候呢 这时候 这两对夫妻呢 就看了一对情侣呢 开着一个跑车过去 那上面的情侣呢 也很恩爱 这时候太太就说话了 太太会说什么 啊 我们以前也这样 太太就说 你看看 我们以前也这样 那坐在旁边的先生呢 也很无奈的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可是我的位置都没有动啊 他们的距离还是一样的近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是因为什么 距离的那么近 可是心有时候却非常的遥远 是为什么 有时候是因为 没有一再而再的复习 那原本最初的爱 当我们习惯那个爱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啊我就有爱你 你有爱我就好了 但是真正的爱是什么 是在不断建立的 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夫妻之间一起努力 一起共同建立的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在每天跟神亲近的时候 那个关系就会跟这一对 这一个太太所说的一样 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 时常跟神建立关系 时常跟神建立关系 如果你回顾教会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的使徒 加尔文 马丁路德 德瑞莎兄弟 他们的工作环境都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跟随耶稣 所以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你会发现你看得到温暖 看得到爱 在他们遇到这么多痛苦的时候 因为他们跟随耶稣 所以他们能展现出爱 关怀跟彼此接纳 今天你生命中的富足 就来自于跟神有更多的连结 跟神有更多的连结 最后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今天当你看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 你会觉得 神把所有的富足都加在他身上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神必定把更多的祝福 加在你的身上 因为在圣经里面 钱财并不是最好的 我们最后来看 什么才是神最美好的祝福 在箴言十六章十六节 得智慧的 圣事得精致 选择聪明的强如玄影子 今天你有智慧 比过那些钱财 再来 今天在箴言十六章八节说 多有财力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益 今天当你是一个公益的人 今天当你是一个看到别人受伤他 你就路见不平的人 那时你是一个富足的人 你是一个富足的人 最后 神的话语比极多的金子更宝贵 比风房低下的蜜更甜 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 你也是一个富足的人 你也是一个富足的人 所以神赐的最大的恩赐是什么 是一个生命的富足 是一个生命的富足 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量 它是真理道路跟生命 所以愿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 当我们觉得大家都在花钱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下 真正的富足是什么 真正的富足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是 圣灵的江河 在我们的周报里面 也有这一首诗 在你的宝座前 有一道神明水流 我们敬前来千悲的等候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来到神的面前千悲的等候 那我们一起 激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在你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神明水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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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明水流,我们敬千来千倍的毛铃兽,在你空灾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我预行水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明水流,我们敬千来千倍的毛铃兽,在你空灾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我预行这地,神灵的江河流流, 只有涌流在这里,在我的灵眼,神灵黄水不停息,神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我们怀疑你,神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明水流。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明水流,我们敬千来千倍的毛铃兽,在你同在中,有满足喜乐,神灵请你来自我预行这地, 神灵的江河流,神灵的江河流,自由涌流在这里,在我的灵眼,神灵我水不停息,神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我们怀疑你,神灵我们爱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邀请我们把眼睛闭上,今天已经是十二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从年初,从一月份开始,神给我们多少祝福是在我们的身上, 这些部主,胜过你所拥有的钱财,这些祝福,这些看不更保守,胜过我们每天在那边为钱财挂虑,我们每天在那边为钱财烦恼的时候,那一种神带给你那种无比的快乐。 你可以跟神献上感谢,在今天的歌词里面,祂说,在你的同在有满足的喜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缺乏喜乐的时候,你要更多的邀请圣灵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把那个真正的部主放在你的心中。 因为神所尝试的,远超过你所想象,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歌,在你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的水流。 在你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前辈灯后领受。在你的同在中,有满足你喜乐。 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神灵的江河流。自由永远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神灵火水不停息。 神灵的江河流。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引领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信靠你。 谢谢你将我们的心从这个世界上收回。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无知。 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祝福并不一定只有在财富上面。而是神你将更多的赏赐,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明白,唯独遵循你的旨意,我们就能得着更多的祝福。 求主也示下更坚定的信心,分辨的智慧跟跟随的能力。 让我们足以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将自己全然的献给你。 能够抓住你美好的应许,成为你愿安的儿女。 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你荣耀美好的见证。 再次将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摆在你的面前。 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年度,所有的一切。 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你都跟我们同行,在每一个角度。 我们介绍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Amen! 请坐!